導演戲 那個時候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想當演員 因為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美女 她近視眼 表演戲沒考上 最後導演戲給我發了錄取通知書 一次演戲就拿獎 其實《福生民事舞》是蒙著演的 之所以大家覺得齊西演得好 是因為樓葉導演 你怎麼樣他都接受 導演的姓杠那個小孩在那敲門 然後我跟他說 我說宇航,爸爸媽媽有點事 有馬上就好了 宇航,馬上來 這個都是我當下真實的所有的反應 我也不是一個特別有方法的演員 我不是那種說哭就哭的演員 得確實有生理的感受之後我才行 我演萬物生長的時候 我在宿舍門口那場 我就真把韓庚當男朋友了 你居然就不喜歡我 打了人,韓庚好多個耳光 我打得他第二天臉都腫了 都拍不了廣告了 我說韓庚,你什麼感覺 他說,這樣的女朋友真要不得 我是08年演的《戀愛的新女》 我還是會非常非常地喜歡《冥冥》 但是我現在看待他像看待一個老朋友一樣 並不會覺得說他就是我自己 人是可以二氧化碳衛生的 只要有愛情 沒辦法變化 好吧 好 大家趕緊休息吧 沒事 一直在拍戲 好像也挺久沒有上舞台了 突然就收到導演發的一個微信 然後就說我要拍茶館 我需要一個有能量的牛掰的女演員 他說你來不來玩 想了20秒之後我就跟他回我 我說我去 打A次胎便增加個兩三歲 鏡子是不會騙人的 大概前後一共爬了相信兩個月 大幕徐徐拉開的時候 我心中想起了馮龔老師在春晚舞台上 最愛說的那句話 觀眾朋友們,我想死你們了 老娘終於回來了 我一直是一個不要命的演員 不怕疼不怕死的 真的是一無反顧地在演戲 她的表演特別地乾淨 特別利索 說實在我挺喜歡她的傻笑 她的脆弱 包括她自己情緒的波動不穩定 我覺得都挺好的 她已經生活在這舞台上了 我通常在好多戲裡演的都是那種 心裡藏了無數的秘密 特別深沉的女性,複雜 我最想做的就是從這個人的氣質上 做一個調整 換血式的 《第九天場》裡邊 然後剛剛樓師傅就說 在床上和景春哥聊天的那一段 她就覺得看到了我有不一樣的東西 眼睛裡閃爍的和散發出來的 氣質上的不一樣 比雲嫂的還好嗎 她挺好的 因為她很久沒有見到耀君了 其實是初戀了 她這次來,她就是想犯個錯了 看上去好像特別穩 坐在那兒 但其實內心裡是非常的排山倒海的 你看那邊街口那女的妹 然後下海裡,像麗娜這樣的一個人 可能大字都不識幾個 她就是想讓自己的家人過得更好一點 黑在法國了 下海的一個女人 因為我不怕照著弱智去演的時候 觀眾是一定能從這個裡邊看到自己的 你們也不用特別喜愛生活中的氣息 我不用社交網絡,我從去年就把微博停了 大家都在用的就是某寶 我都不太用 我這個人腦子不太夠實 演員其實這個工作挺傻的 就是相信那一刻發生的事情 你就會說出角色要說的話 我覺得演員其實就是應該自身稍微虛一點,弱一點 應該藏一點 這樣的話,你再去演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人物才會是最重要的 才會是最有光芒的 你可以再出鏡一點 就喜歡就是一幫朋友在一起 吃飯,看電影,然後聊天,睡懶覺 我特別喜歡過沒有不動腦子的那種生活 我喜歡過沒有不動腦子的生活 我喜歡過的那種生活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有不動腦子的生活 我覺得是一幫西換人 我不會判力 我會不會判力